見到平安好醫生上市 又跟雷蛇逆陰一樣高開低酒 新經濟股是否光芒不在呢? 剛剛遞了申請上市的小米 都是大大隻 又會不會有同樣的下場呢?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嘉溫馨提示 大家要管理好情緒 時刻保持冷靜 但是呢我們也希望投資者和公司一起呢 管理好整個這個程序 管理好這個市場的窗口 因為今年的市場呢 還是有很多的動盪因素 稀口也在變化 就把貿易戰的問題也還沒有解決 在這種需求很旺盛 大家市場非常的熱烈的時候呢 更要保證一種冷靜的頭腦 任何一個事情 任何一個一窩蜂的事情 經常是會有不好的結果的 所以大家呢要保持冷靜 因為新經濟股學市又熱炒 他們上市的時候 通常都非常之進取 以一個非常高的估值集資 當中小米估值 市存達到1000億美元 以去年小米核心盈利計算 市盈率隨時過百倍 非常誇張 可以賺的水位隨時接近沒有 有分析預計 玩小米選手的風險 非常大 如果暫時來計算 小米來說就真的不太吸引 它雜資集到這麼貴的話 吸引性不大 第二就是它一直被人救病的原因 就是它的毛利很低 低到甚至乎 現在坊間所說 就說只有5% 如果真的只有5%毛利 其實都很危險 隨時就可以轉型為規 所以都看到 賺錢不多 但虧錢的風險就很大 不過小米都只是初步遞交申請 一切都還未確定 包括定價 大家記得不要跟車太貼 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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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